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一脸吃惊地看着我连连后退 显然是被吓到了 为了感谢她的帮助 我很果断地告诉了她我的身份 并且肯定地告诉她家里风水出了大问题 就我刚刚坐在客厅看了一下 她家茶几上摆的假花会严重影响风水的 导致家中风水运势低迷 更会导致另一半容易出轨 使男主人挡不住烂桃花从而出轨 闹离婚就成了必然 还有啊 她家的镜子太多了 这会给人带来精神涣散 倍感空虚等不良影响 会使人感到空虚 长时间下去就会导致居住人在其中 会去外面寻欢 破坏家庭和谐 自然离婚呢也是必然的 再有就是她家的厕所 怎么能跟大门相对呢 厕所对大门这就代表 家里最隐蔽的地方外露了 婚姻方面自然很容易出现危机 长时间下去啊自然会闹离婚的 还有她家中的摆设 左边物品少 右边物品多 风水学上有左青龙右白虎之说 这样的摆放会导致龙虎失和 长时间下去夫妻感情不出问题才怪 最可怕的就是她家沙发后面 居然挂了一幅猛虎下山图 我的天哪 这种图画最不宜挂在家中了 这样的摆放最容易导致夫妻多争吵 感情不和 这也是她们导致吵架闹离婚的重要因素 这些啊都是我只从表面上看来的 妇人听了我说的大哭着下跪求我 说大师你快帮我看看我该怎么办呀 出于这位好心大姐的感激 看了看时间又不会耽误事 我说向我整体看一下风水吧 看完之后呢我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首先啊他们家的厨造布满了灰尘 一看就是长时间没做饭了 一点烟火气都没有 这种风水呢最容易导致男主人不归家 就俗话也就是说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 抓不住男人的胃 怎么能让男人受心呢 其次呀就是夫妻卧室的问题 床放在了横梁下 这会让睡在下面的夫妻压迫感十足 总会感觉生活上不如意 事业不顺心 夫妻不和谐 自己不幸福 横梁犹如一大度强一般分割夫妻 容易导致夫妻两地分居 天各一方 再有就是夫妻的睡床太大了 大的中间啊都可以放下第三个人了 这不就让他人有可承机机了 而且床头还有窗户 这也很容易影响睡眠 失眠多梦 人一旦休息不好呀 情绪也会比较的浮躁不安 夫妻之间呢容易因为一点小事 就闹矛盾引发争吵 时间一长呀 积攒的矛盾多了 离婚呀也就成了必然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这个卧室呀还挂了一张美女的照片 这样做呢 极其不利于夫妻的感情 不可否认 开始照片放在卧室里的时候 夫妻感情确实很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夫妻一方必定外遇 这就离离婚不远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卧室采光太好了 这就容易导致住在里面的人火气过旺 长时间下去啊 必定会多争吵 严重影响夫妻感情 看完这些呢 我最后又看了一下 这座住宅的整体布局 西北方居然缺角 西北方呢代表了家中的男主人 这个方位缺角的房子 一般男主人都不喜欢归家 男主人习惯了外面灯红酒绿的世界 长此以往呀 夫妻很容易走上离婚的道路 夫人听完我说呢 哭得更惨了 出于风水是遇到不利风水 一定要解决的态度 也为了表达对妇人救助的感谢 我劝她也别哭了 用我几个方法布置改善家中风水 应该能化解这场危机 妇人急忙擦了擦眼泪 找个本子寄了起来 首先呢 我们需要化解这些不利风水布局 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 可以把家中茶几上的假花呢 换成水养鲜花 并定期换水 如果花枯萎呢 一定要及时更换 第二 扔掉家中多余的镜子 只留一面主镜就好 第三 针对厕所对大门的情况 有两种化解方法 一方面呢 可以在大门与厕所之间摆放玄关化解 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在厕所门上挂风水帘化解 第四 调整家中的风水摆设 使家中的龙虎方位协调 第五 可以在沙发背后挂 九余图 牡丹图 向入魁图 或者悬挂夫妻二人的结婚照呢 都是有利于夫妻感情的 第六 要保持家中的卫生干净整洁 尤其是厨房灶台的卫生 多下厨做饭 增加家中的烟火器 第七 改变床的位置与朝向 尽量避开横梁与窗户 如果实在避不开呀 可以用吊顶的方法 化解横梁压床的危害 或者呢 在横梁上挂五地前化解 如果床头朝窗户 也无法避开的话 可以将风窗重开 也可以在窗户与床之间 摆放屏风进行遮挡 同时呢 要把卧室的美女照落开 换成夫妻结婚照 或者夫妻合影 第八 针对卧室光线太强的问题呢 可以在窗户上悬挂 遮光线较好的 砂质窗帘化解 也可以在卧室 摆放一盆 寓意吉祥的水养植物 或者挂一幅 寓意吉祥的山水画 来化解室内火器 第九 针对西北方缺角的问题呢 我的建议是可以在西北方摆放 泰山石杆当化解 也可以通过调整书房的布局来化解 化解了这些不利风水呢 接下来就是如何眺望 我给妇人提了这么几个建议 一 客厅养红色鱼 这样不仅可以起到美观的作用 还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让夫妻生活更加和谐 第二呢 就是卧室灯光可以改成柔和一点的灯饰 这样可以临造一种浪漫的氛围 也是可以让夫妻感情变得更加好的 第三 夫妻卧室里面所有的家具摆件 最好成双成对的 这是最能促进夫妻感情的风水 双树呢 意味着圆满 有陪伴的感觉 更让人心情愉悦 对夫妻感情呢 很有促进作用 四 家中家具呢 最好选择圆角的 不要出现尖角 否则呢 会家具 夫妻矛短 难以缓和家庭关系 五 也可以买一些增旺夫妻感情的风水吉祥物 摆在客厅的西南方 比如说鸳鸯饰品或者交警天鹅等等 也可以在自己身上 佩戴一些紫黄水晶饰品 缓和一下夫妻关系 夫人听完我说的这些方法惊呆了 趁此机会呀 我向夫人递上了我的名片 夫人连忙道谢 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还非要给我钱 我本来就是为了答谢夫人的救助之情 便婉拒了 随后便去往客户家中做事 一个多月呢 因为空闲想起了这位帮助我的老夫 欣然前往查探 不巧正看到他和丈夫出门采购 脸上的笑容呀 说明了一切 这场小意外呀 可真是令人有些愉悦呢 那些影响 并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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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理论